Hello 大家好 我是Raybould阿伯 你們覺得我今天講話非常的精準 很快速 嗯 呵呵呵 裝模作樣 昨天晚上我跟一個同事吃飯 那他的名字 就不要講了 那 因為主要就是我聽說他有一些事情發生 所以我特別找他來聊 希望能夠給他一些協助 可以給他一些建議這樣子 嗯 是這樣 他是一個設計師 然後在一年多前左右的時候 他做了一款皮包 OK 然後有投資人就投資他這款皮包 然後他們開始在行銷這個商品 開始販售 然後一開始金還OK 就是稍有銷量 然後慢慢他們就增加人 增加辦公室 然後就慢慢的擴張 好像一切都還蠻順利 然後到旺季要開始銷售的時候呢 嗯 因為他有點忙不過來 因為設計師通常有一個問題 全國設計師同業工會不要打謊 設計師通常對經營會比較不在行 就是他們非常有創意 可是創意的腦通常反面呢 就是沒有那麼系統化 沒有那麼多規章 他不知道怎麼建立流程 不知道怎麼去策略判斷 所以他雖然有創意 做出很好的商品 然後做出來的攝影啊 品牌行銷的素材也都很棒 可是他不知道怎麼到現場去撲貨 叫賣 然後管理現金 然後叫貨等等這些事情 這個我們在英文裡面統稱叫 Operational Excellence 那在經營裡面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利潤就從這個地方出來 像Apple裡面 就常常這個東西被拿來講 就是Steve Jobs就是那個Creativity Genius 他能夠達到最棒最好 最好的商品 可是現在的Tim Cook 就是所謂的Operational Excellence之王 他能夠從供應鏈裡面炸出現金來 然後產品線裡面的擴張去 讓公司賺更多錢 所以通常一個公司 如果這樣子兩個人合作在一起 然後達到很完美的Balance 的話就很棒 那回到這個故事來講 發生什麼事情 他有一個朋友就說 Operation我很在行 我來幫你管理好了 那我幫你管理的代價也不用多 就是賺的錢分我20% 因為當時營收還不多 那我這個設計師的員工呢 就覺得好啊 那我們就要合作 那才第一次合作呢 他們就去賣 幫我逼掉 你的背景是OK 那是OK 超酷 這是我們鄰居 他們是做那個室內裝潢設計 幫Google Paypal 什麼超級大公司做室內裝潢 超厲害 他就第一次說他沒有去 那是他的這個好朋友去的 結果第一次去賺的錢 十幾萬的PESO 大概等七八萬台幣 那第一個晚上回來之後 就沒有把錢交出來 就說這錢我先幫你保管 然後我幫你記帳 幫你處理什麼 然後第二次去的時候 又沒有把錢交出來 那個我這個設計師朋友說 不行啊 那那個設計report 什麼東西還是什麼出貨 什麼你要告訴我們 我才能補貨還是怎樣 我們要討論啊 他說不用放心 交給我一個月給你一次報告 我是Operational的王這樣子 那這個設計師朋友也很單純 如果你有看到他影片的話 就是他很單純的人 很好人啊 第三次去又沒有 第四次去又沒有 覺得到最後這個人 就再也找不到了 然後將近台幣30萬 就這樣被捲走 那因為這個公司其實 小小創業公司 也沒那麼多現金 等於資本額的一半都被捲走了 非常小的公司 那這個公司 就因為這樣子一次的事情 就一次 一個錯誤 公司就垮了 現金做完不過來 沒有錢再買新貨 就沒了 那這裡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就是有時候朋友之間合作也好 你一定要想清楚這個 尤其是金錢現金的控管 一定要非常的嚴謹 不可以就是很隨便 沒差這樣子 你一定要有個系統 那像當時他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不行 就第一碗這沒有什麼好說的 錢第一碗進來 就要進公司的銀行 那當然菲律賓的銀行系統 沒有那麼好 那你進金庫或什麼保管 什麼都可以啊 但是不可以就是讓朋友 就這樣帶走 所以現金管理 在過往聽過很多這種被騙錢 被什麼 那甚至說實在的 我相信他們當時去賣這個商品 可能也都沒有很好的庫存管理系統 跟現金管理系統 好就算他真的把那個錢繳出來十萬 有可能裡面兩萬都被囤掉 也都有可能 所以這些都是你在跟人家合作 或在現金處理的時候 一定要去想非常仔細 庫存怎麼管理 現金怎麼管理 然後風險控管怎麼做 好啦那希望這個小小的故事 可以提醒給一些在考慮 現在正在跟別人合作 還有未來可能跟別人合作的 年輕創業家們 今天的故事跟你分享到這裡 然後如果你覺得我看起來 不是那麼討厭的話 那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覺得小小的討厭 你可以多看幾部影片 點這裡點這裡 都很多影片 看多了其實也就沒那麼討厭了 那當你覺得OK 這個人不是很討厭的時候 就趕快訂閱好不好 那未來我會跟你分享 更多創業的過程 然後我們公司商量的故事 然後我們下期再見啦 掰掰